涨完店价经济部长郭智辉 今天又透露接下来水电可能要双涨 因为店家要反映成本 用电较多的产业用电 会根据有没有竞争力来做考量 而在党爆红放着便宜的核电不用 狂推再生能源让台电亏损 最后却是全民买单 而专家更痛批 再不调整能源政策 未来店价只会继续上涨 民进党为了非和家园狂搞绿电 但台电却累计亏损 突破3820亿元 四月还涨了电价11% 经济部长郭智辉再预告 为了反映成本 接下来可能要水电一期涨 二十几年没有调价 各位的薪水 如果二十几年没有调整 也很难反映你的费用 用电比较多的产业用电 这根据他的有没有竞争力 我们来做考量 网友狂轰为由台电狂亏钱 却要全民买单 以政府放着便宜干净的 核电不用狂推绿能 电价当然涨很大 那不要核能 那我们就只有面临涨价 那涨到大家受不了的时候 真的痛定思痛去思考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能源 那要涨几次 只要电价一涨就万物齐涨 老百姓还要不要活啊 因为你们错误的政策 像无底洞一样 羊毛出在羊身上 不就永远就是往 台湾人民身上搜刮吗 问题是交了钱还是没有电啊 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 超过六成民众认为要发展核能 更有破九成的民众 担心核三要及处一之后 发生缺电问题 同此显更说 要在八月八号的气候变迁 委员会上 强调核电绿电应该共存 政府的囊员政策到底会不会转弯 经济部没有什么立场 所有能够用的电 我们都尽量让它能够上机 法令许可 然后这个核废料可以处理 那老百姓支持 有好的这个备案 我想我们都不排施 在台湾核废料绝对是可以处理 定会有警卫人员进行24小时的监管 核废料储存厂建制的地点 都不会跟民众居住的地方很接近 我们是安全管制有效隔离 专家呼吁能源政策要做调整 让永和废核不再只是二选一 应该成为副选题 接下来我请订阅报道